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,苗栗县通宵镇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南下云林县北港朝天宫进乡,预计于24日回宫,妈祖婆鸾叫今天,23日,上午7点多返回苗栗县境内,大批信众一早就到畅接驾,宫云妈祖婆,沿途除了可以见到大批信众设相案,钻叫脚,期盼妈祖婆四伏,鞭炮声同样, 不绝于耳,而当妈祖婆下午回到通宵镇境内时,有信众出动掉车高挂鞭炮,镇仗惊人,场面壮观,义工组织白沙屯妈祖网路电视台也拍下空拍画面,让不少人体验到妈祖婆回卵土中的震撼感,赢嫁人潮众多,苗栗县警局通宵分局也在沿线实施交通分流,疏导历年来最多的人潮, 连分局长郑洪文也下海拿起指挥棒,在台一线沿线指挥交通,至于从妈祖婆出发徒步前往北港朝天宫进乡到回宫期间,一直守护在妈祖婆链轿身旁,走了将近400公里的通宵镇分局护教组,苗栗县警察局长林延田 之前有赶库叫做六名远警辛劳,也到场慰问。